你不要因為你要參選總統了 而忘記了你是新北市市長的角色 我想告訴你不要當政治渣男 被說政治渣男 厚宜拿出魄力 要議員尊重一點 行不行 酸言酸語吞不下去 只能怪你太有想像力 市民 覺得說虎佑儀就是假選 你太多了 心心作態 你議員 不要去用這種方式來侮辱一下 被說假生都還能笑著回應 大家聽到綠營質疑 上班時間 喬選舉 侯文宜話中就有火氣 你利用新北市政府 上班時間 工人在新北市政府裡面 敲短物 在18樓將近下班的時間 將近下班的時間 是不是上班時間 確實還是在上班的時間 那你要不要道歉 你有工人敲短物 你要不要道歉 你跟說市民道歉 我們排的是 我們的淡北道路的事情 你要去敲一個議員的粗算 五百萬換這個橋的料 不要胡說八道 不要這回事 我現在在講 對啊 不要胡說八道 怒氣難評 畢竟市政質詢 怎麼不是談選舉 就是逼問兩岸議題 中華民國叫做華獨 如果有台灣叫做台獨 那既然有一個獨 倒不如兩個獨 如果你要用台灣這兩個字 習近平的九二共識 是一國兩制 市長你認同嗎 我反對一國兩制 我也說一直都不想回答你的問題 因為我們今天在這個議場開會 是中華民國新北市議會的議場 所以這些問題 沒有什麼好討論 雙方都想展現戰力 誰跟你好生好氣